新政院长赖清德 站在医疗直升机和喷射机前 未来澎湖 金门 马祖 一个离岛将会有一架救护专机 投入救援 医疗喷射专机驻地后 未来离岛急诊病患的送诊时间 将从原本的两小时缩短为50分钟 以金门为喷射机为主 那悬疑机的话 以澎湖或者是南北干为主 因为金门毕竟来讲 算是离台湾比较远的离岛 客舱里面它有加压 对于病人来讲 急重症的病人是很重要 如果它有加压的话 就好像在地面的高度一样 这台AW169直升机 造价3亿台币 如今传出 陈浅三年的前阿帕契种子教官老乃成 将是其中一名驾驶员 老乃成走出低潮后 加入林天航空转当救护专机驾驶 但开医疗机没这么简单 除了飞行技术 还得上课增加医疗知识 进去的话有monitor 有心电图 然后有这个身体侦测的这部分 然后有呼吸器 急救用药的话 它一定要用微量的帮图 来做一个设计 所以我们整个 还有氧气跟电源是专用的 三二一请吹动 离岛专机救援服务正式启动 三县市首长坐台下 一旁新庚院长赖清德 率领三位内阁首长一字排开 聊起政策侃侃而谈 拼政机更趁势替执政党 抢攻离岛选票 欢迎新闻赖维帆 零一零特别报道 请期待 请期待 请期待